首先我们要画一张新的图 这张叫做进出口统计 所以新增页面 然后我们来去画依照日期 那在这个地方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刚刚跳过这边选择 我应该是先选群组直条图 选了群组直条图 然后他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会自动帮我把这个Date放到轴 接下来我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一个出口 出口跟进口的金额 所以先放进口的金额 这是进口的金额 再放出口的金额 我都是用勾选的方式 他会自动帮我放进去 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浅色代表进口 这个出口金额是深蓝色 对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出口多于进口 甚至我们用区域图 区域图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说明说 就是因为我们关切的是这中间这个比例的变化 对不对 这个比例的变化才是我们关切的重点 可以吗 好 就是 就是 那个 这个比例 这就是我们讲的贸易顺差 或逆差 那 做成这个样子才能画出这一张图 你要是不做成这个样子 你可以回家试着画画看 根本就画不出来 你不能说 这里面的进口金额 我就直接勾进口的这个值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是因为你有做关联 这样知道吗 因为有做关联 而且事实上 我其实也就是在选进口里面的值 跟出口里面的值 因为做了关联 才可以 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